有人说,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就说明他越需要什么。 周冬雨就是最好的例子,每次出席红毯就要大走性感风,屡见不鲜。 然而每次都是玩了一个寂寞,次次都是翻车,反而有一种偷穿妈妈衣服济世感,空有一副骨架子显得病态又不自然,毕竟好身材也是行走江湖的敲门砖。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红毯绝对是女人的战场,都是卯足了劲争其斗艳。 白幼兽只是一时惊艳,玲珑紧致才是长久之道,周冬雨的性感只会让人觉得尴尬,而前凸后翘的好身材谁看了不迷糊呢? 1.张雨起。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了法国。凭借在美人鱼中火辣的身材,张雨起火速出圈。 只要她一出场就可以抓住观众的眼球,别看张雨起已经36了。 她的火辣身材并没有随着恋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近日,她又在自己的微博上大方展现自己的好身材。 尽管晒出的只有五张美图,但也足以吸引粉丝们铁平,真是让人大饱眼福。 并且这组照片又把她曼妙的身姿和诱人的事业线展现得淋漓尽致。 身穿一身蓝色镂空连体泳衣,侧躺在泳池旁边。 犹如美人鱼一般,令人浮想连篇。 自张雨起出道以来就是走着性感路线,吸引了大批粉丝。 走红毯时,她更是利用自己绝对的优势艳压群芳。 大方地绣着自己的傲人的事业线,在红毯上大杀四方,魅力不容小觑。 而她参加浪解时,在初登舞台上,虽然舞蹈动作四肢互相不认的感觉, 但依然引得网友爱看。 能在一些实力派姐姐面前脱颖而出,最后还能以高人气成功成团。 说明这就是美女的魅力。 说到好身材,能与她相媲美的估计也只有杨幂了。 二,杨幂。 作为流量女王的杨幂,不仅有着一副好容颜。 而众所周知,杨幂还有着一个大秘密的外号。 论字面意思,想必大家懂得都懂。 这是早年她出演孤岛惊魂后,网友们赠送与她的称号,并且一直还沿用至今。 而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就是她在镜头中身穿比基尼的身影。 一套蓝色,一套粉色,简直是美腻了。 后来还在男人妆也是大胆展现自己的曲线美。 而两者的结合更是尽显性感魅惑,不得不说确实挺诱人的。 美女都是懂得身材管理的,如今的杨幂依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好身材。 并且她也懂得自己的优势在哪,每次的丝服搭配都能凸显自己独有的风格。 各种衣服都能轻松驾驭,也是好多人争先模仿的百搭教科书。 参加活动时,一袭淡绿长裙搭配诱人身姿,完美地成为了人群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而这条裙子的亮点是在后背,把整个几背线条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宝贝窄尖加上腰臀曲线,完美地流线型,比平板身材更有韵味。 而她又身穿黑色吊带短裙搭配精致妆容,又化身为暗夜性感女王。 别说男人看到饭花痴,女人看到也是犯迷糊。 3.柳妍 柳妍的好身材也是一直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她的身材比例堪称一绝。 该丰满的地方圆润充盈,该苗条的地方又玲珑紧致,十分吸引人的目光。 就连出演的影视作品也离不开妖娆妩媚的形象。 最让人大为震撼的就是在影片四大名补中大胆地遇持戏份。 简单的两块布掩饰了一下胸前,而后背的优美曲线一览无余。 真是为了艺术贡献了自己最大尺度的付出。 此后便在许多的影视剧中走着性感路线,有时甚至半裸出镜。 然而太吸引人的好身材,注定会为她带来流言蜚语。 有时会被看没有编辑的不雅玩笑话,也会招来龌龊思想之人的弦猪手。 但慢慢地,柳妍就不再理会那些不好的声音,开始专心打磨自己的演技。 直到后来与大鹏合作,才把自己多年的苦衷表达了出来。 观众的视线也转移到了她的实力上。 不过她出席活动,走红毯时,还会大方地展示自己的优势。 平时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美照,就连简简单单的运动妆, 也能把她的好身材展现得淋淋静致。 怪不得会成为众网友心中的人间性感游物。 4.迪丽热巴 身为当红酒时小花之一的热巴, 她的成功也离不开凹凸有致的身材。 每次走红毯时,必定会登上热搜。 除了好看的颜值为她加分,红毯造型更是美出圈。 但是,颜值抗大,能成为顶流,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最新的一次路透中,热巴的好身材简直是银麻了。 只见她一身黑裙,把自己包裹得相当严实, 反而更好地把她细腰翘臀的绝佳身材比例展示了出来。 像极了高傲冷艳的女将军。 又摇身一变成为财阀家的千金大小姐。 腰肢虽然纤细,但也不是力量感。 S型的曲线衬托她更加妩媚妖娆。 有着168身高的热巴在走起路来更是风情万种。 摇曳生姿一词仿佛专门为她而生。 阿诺多姿的身影,优越的腰臀比例, 简直让人一不开眼睛。 不得感叹一句真是由雾下凡。 5.李依彤 李依彤有着一张灵动的脸庞, 她的颜值其实也非常的抗大。 只不过太美让没有记忆点让观众可以记得她, 一直处于聚火人不火的状态。 平时给人的印象也都是一些甜美可爱, 温柔之性。 近日,她一改往日风格, 为男人装拍摄了一组性感美照。 第一次让人觉得原来李依彤也是以为有料选手啊。 这次的拍摄, 她打破了以往的拍摄手法, 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角。 只见她身骑白马, 穿着一件淡粉色的冰丝睡裙, 大方展示自己的性感身材。 皮肤白嫩细腻, 一双眉腿更是修长圆润, 画面相当的香艳。 而她在马上妖娆的姿势 更是为张照片增加了张力和神秘感。 优美的背部线条, 让人越看越愈。 其实李依彤的身材一直蛮好的, 有着天鹅井小相间。 身材虽然苗条, 但不属于干扁一类的身形。 只不过她不太喜欢大秀自己的好身材而已。 更多的时间是投身于事业上的发展。 六, 舒奇。 感觉舒奇仿佛吃完不老容颜丸似的, 原职依旧如十九岁刚出道时一般。 然而现在的她已经五十多岁, 可最近出席活动的她再次美出圈。 她身穿黑色连衣裙, 披散着一头长卷发, 翘脸明媚, 身姿曼妙, 细腰翘臀大长腿, 浑身散发着风情万种的味道。 再反观掀一些追求病态瘦的女星们。 舒奇的状态, 不知道打了多少人的脸。 就连她转身远去, 摄影师也是紧着其行。 为啥一直拍呢? 当然是好看了。 瞧瞧这优美性感的背影, 走路扭得多么风情万种, 任谁看到不迷糊。 每次在红毯上亮相, 几乎零失误。 在某次的红毯上, 她身穿一袭黑色透视与古胸衣礼服 成功成为全场的焦点。 别看只是一头简单的长发搭配, 但是礼服对于身材的要求却是极高的。 仔细观看, 在腰身两侧但凡多出一点的肉来, 就会造成翻车现象。 足以说明舒淇不仅身材好, 更是保持得紧致有度, 才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相比于瘦成麻干身形的女星们, 反而舒淇的身材才是大众最喜欢看的。 7.徐东东 凭借于醉里性感大嫂的角色, 小有名气一段时间, 而她的好身材也是令人羡慕不已。 单看脸型, 在遍地都是美女的娱乐圈中, 她没有自己特色。 风满云称步说, 在娱乐圈好身材女星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所以在后来其他的影视中, 她也一直在营销自己的曼妙身姿, 虽然也有着许多不好的声音, 但她也都正面地对了回去, 并且她还为自己有着傲人的身姿感到骄傲, 觉得性感也是个美好的形容词, 作为曾经她的谋生之道, 表示不后悔, 结语。 有着真材实料的女星, 就算穿在肤色打底衣也难以风情万种, 可见秀性感也是一门技术活, 翻车与经验往往也是一瞬间的事, 希望那些条件不好的女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线, 不要再哗众取宠。